公園裏面是不是有個女靈體在這裡呢 如果是,你可不可以給我反應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AP 又來到夜蘭人證的深夜 沒錯,今天我們會進行一個一人靈探 目的地就是在我現在眼前的這個地方 現在前面非常黑 這裡是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叫做水圍園 就位於鼎鼎大名的屯門梁景村旁邊 梁景村一向都多鬼故,大家都知道 但是今天其實是探望這個公園 很久之前我也來過做直播 甚至乎不止一次 當年好像說有個女人在裡面自殺 然後這個公園自此就鬧鬼 其實今天我是這麼巧可以經過這裡 但是最邪惡的又來了就是 我今天也收到一個留言,叫我來這裡 也說一樣的故事 那我就想,是不是又是一個啟示呢 Anyway,不知道 這個公園我也有一些比較神奇可以分享的 我們不如現在立刻出發去分享給大家聽 話說,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現在靈探是真的會頭痛 沒有特別階頂是靈異的 其實我是經常在想,其實我自己是不是有癌症 為什麼經常都頭痛,就是去靈探的時候 還是害怕的 這些地方的磁場會不會有機會影響到我 好了,我們來到第一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這裡 其實話說,上當年這盞燈很奇怪 它是關掉的 每逢有人走過去這個位置,它就會亮起 但是我挺肯定,這個不是那些什麼自動燈的東西 但是今天看到這盞燈已經沒事了 Anyway,這些可能是電力的問題,就不管了 我們繼續進去這個公園 看看會不會見到任何的靈體 或者真是女鬼 即是梁京村說得多了 鬧鬼公園就比較少說 尤其是這個水維園 應該真的比較少人來這裡靈探 或者說這裡的鬼故 好了,我們繼續走 我們試試走近一點,看看會不會突然關燈 沒有理由走近才關燈,那麼奇怪 咦,晚上的球場原來不關門 今天沒事了,進來球場看看 暫時的球場是沒有人的 因為你知道,其實很多人喜歡凌晨來球場聊天 但是暫時沒有 那什麼來這裡的球場呢,其實我都可以說說 我手上都有幾個關於球場的鬼故 那遲些呢,有機會就可以拍給大家看 這個是不是公廁 其實就這樣看,這個公園呢 都真的挺恐怖的 這裡有一條路上去 但是應該是上山 而且好像被松林封住了 啊,還有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呢,哇,後面這棵樹會不會太大 很大棵樹,神經病 這些樹起碼過了八年 不是開玩笑 故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面前這張椅子 據說因為這個公園鬧鬼 所以這裡的椅子好像弄得八卦 看到嗎 三尖八角,去鎮住那些靈體 地方其實不大 我們繞個圈就走 但是有個地方都可以看一下 裡面呢,其實有一個位置 好像那些人種盆栽一樣 但是放了很多神像 之前來直播的時候呢 個人都說這裡很有感覺 所以呢,今天呢 我都打算回去呢 去進行一些測試啊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但是在這裡呼籲呢 各大朋友千萬不要試 因為呢,今天呢 其實有下過了一點點魚 那裡面這個位呢 可能有些排水渠啊 那些水流都比較急的 如果有些什麼事呢 就可以很嚴重 對啦 今天這些地下其實是泥地 都可能有一些線 那Anyway 我們現在進去先 咦 大哥 其實有兩條路的 我們這邊走不了 我們走右邊的路 對啦 就是這條路了 這裡進去的 這些位置呢 那些山坡仔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條路都不是那麼平 一線腳跌下去 可以很嚴重 不過那些水就不太高了 今天 大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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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來到了 就是這裏了 那我想平時呢 其實都很多人在這裡 chill 因為有些小椅子啊 有很多盆栽等等的東西 其實也都應該有人打來 那神像進來 都是要有人搬東西 應該就 喂,不好意思 大哥了 那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行一些測試 請問一下呢 我現在附近呢 有沒有靈駕朋友在這裡 那這個公園 是不是真的吵鬼呢 水圍園 是不是真的有靈駕朋友在這裡呢 電台來的 如果你在哪裡呢 我聽到電台 哇,有些資料到 有多少靈駕朋友在這裡 我聽到人不要嚇到我 你們有多少人在這裡? 哎呀,我聽到好像說什麼是,就不知道來了 你說什麼是你?是呀 你是男還是女呢? 還有沒有回應,我關機了 再見 好,那就回去聽清楚 因為暫時聽得不清楚 我們在這裏上駐鄉,就出去繼續走 這個位置就是公園最靈異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但鬼故就不是這裏 是說外面公園,好,上駐鄉 好了,各位,先給大家駐鄉 臨走的時候看一看 我想說,這裏的神像是兵馬俑都有 接著有些碗,整地都有香 對,這邊都有香 這裏有個化寶爐 這裏也有插門香 不知道為什麼要插在這裏 可能曾經有人興生過這裏 這裏也有一條很危險的路上山 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各位 剛才沒有拍到,我差點滑在地下 現在都很害怕,石頭都很滑 以為我好像走錯路 不應該走這裏 不要緊,應該都是路來的 咦,不是喔,不是路,衝東西 要走出去,Oh my God,太黑了 晚上有事都看不到那些地方 是,哪裏打哪裏 石頭,石頭很滑 好,安全 又回到這裏 由於小弟不是高齡人士 正常來說,我看不到 或者聽不到的,通常 但當然也有例外 但今天暫時沒有 如果大家看到,聽到 就歡迎留言 好,很累,終於出來 現在我就坐在八卦椅子裡休息 我想就在想,這麼多次靈探 其實我們探,在探什麼呢? 如果我們溝通到,又溝通些什麼呢? 即是當如果我見到他 那我們下部便 或者我們真的問到他有什麼幫手 人類和靈界溝通 可以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歡迎大家探討一下 對和靈界溝通 或者見到靈界的感受 好了,現在照一下火柵人 小弟在這裏呼籲 如果大家有這個水圍園的鬼故 歡迎留言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很多屯門區居民 有這個鬼故 但沒有在上網說的 哇,這個垃圾桶 哇,這些是不是的 哇,看到剛才他的身體撐在外面 出來也問一下 公園裏面 是不是有個女靈在這裡呢? 如果是的,你可以給我一個反應嗎? 你在哪一邊? 嘩,我想真的有大氣台 你在哪? 你在哪? 嘩,其實… 嘩,嘩… 嘩,嘩… 可否令眼分變暗 暗,暫時我眼前所有的燈都沒有變暗 我想到了 喔,你想到了 想到甚麼了 想到甚麼了 想到話說了嗎 我覺得剛才那句我想到應該不是靈體 應該是電台 沒有我飾機了 拜拜 其實你也很害怕 大家一定覺得公園 對比你平時有些廢下跪屋 這算是甚麼 傻了 這些地方更害怕 這些地方又大又空曠 隨時好像到處都有些東西 那些鬼屋廢棄 其實多數都是一個很小的室內空間 還有有時都很看感覺 有些地方好像很恐怖 但那個感覺又不是真的那麼恐怖 即是你的感受 好了 我們已經來到公園第二邊了 這裡走出去 或者在這邊也可以 就是出口 不過我給大家看看這邊 水圍圓 因為這個公園其實很古色古香 日頭應該很漂亮 又是這些小橋流水 三條小橋 其實是否風水陣 那邊沒有水 先試一下 這些不算了 好像沒有甚麼 這條橋會不會太赤 這條橋很赤 差點線低了 下雨也不要來這地方了 一個線低了 撞到頭 怎麼辦 怎樣向各大會員交代 未災會員的朋友 快點災會員 那我才可以向你交代 好了 我們出來了 好了 今天這個靈探又差不多了 非常之簡短的 沒有甚麼太大的反應 我回去聽一下聲音 見到東西聽到東西的朋友 就很歡迎留言 小第二個還是 都幾頭痛 可能很多人滅見鬼 或者不信鬼 要我吹水 但我初期靈探是沒有這些反應 現在才有 真是不知道是否認住 還是真的高靈了 還是磁場問題 還是我真的有癌症 不知道 應該沒有癌症 我前陣子好像照過腦的磁力共振 我應該沒有癌症 沒錯 如果大家有這個水位員的鬼故 就歡迎留言 梁景村的居民都可以說梁景村的鬼故 因為我遲早都會去多次梁景村 屯門區的朋友也可以留言 香港區 總之住在地球都可以 沒有宇宙的朋友都可以 Anyway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like、share、留言 包括Instagram、Facebook、Patreon 還有加入會員 想問產品的朋友 例如這些這麼漂亮的T恤 或者這些這麼漂亮的帽 就在Merryx Studio下面有連結 還有最後 如果大家想看新活化的東西 訂閱這個APP731 或者KBB Channel 拜拜